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已經是2月5日了 今天是星期一 剛才做完毒舌大狀那一節 還說漏了一件事 現在要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就是 其實我想說一個政治隱喻 之前 這套電影的隱喻 這套電影的主旨就是 當時的權貴 當然是以港英 遺留下來的一群權貴 控制了 或是可以令到傳媒收爹 可以令到警察配合 可以令到律政司改控 所有的大法官 所有的法律界 全部都 收了他的好處 所有的大律師一起出來旁聽 這麼誇張 當然 跟現在的情況比較 現在不單止是警察 律政司 公檢法配合 現在是整個政權 的橫行無忌 所以他的隱喻 其實就由這個中加 代表了中共 這個是我的隱喻 說了十幾分鐘 一直說越說越多 隱喻也忘記跟大家說 補充一下 好了 這節想跟大家說 那些黃其實有時 未必個個可以吃得起 你說你是甚麼大王 很多時候 那個黃加冕之後 就容易被人 行食 又或者 被人 奪位 例如 這個鋪王 波叔做了幾十年香港鋪王 大家已經聽過了 當時已經聽過鋪王波叔 當然鋪王就不止一個 還有很多人 大王輝也有人稱為鋪王 那麼現在 我們現在看 波叔就找到了鋪王 原因就是因為兒子過度擴張 由酒店大王 酒店大亨 成為 負資產 不斷 要減便減賣 賣東西去減債 而另外一個 也是黃 叫做小巴大王 據說最近也有些事發生了 那麼小巴大王發生了甚麼事呢 就是他 旗下的 人人汽車 警告那些 地產經紀 喂 你們呀 不要混亂呀 在我沒有同意之下 將我的 放盤在市場放售 有定價 要求他們 將那些不實的放盤移除 其實 這個 行裏面的人都知道了 老馬 其實就買過了 那麼現在 那個經濟狀況不好 尤其是他手上持的 全部都是首當其衝 舖位和寫字樓 當年 李嘉誠 拆售 這個 叫做 中環中芯 拆售中環中芯之後 然後呢 麻煩 樓市就一直跌 加上武漢肺炎來襲 樓市 尤其是寫字樓的需求大幅下降 夾下 基本上越來越少人租了 因為原來人家 可以work from home 可以在家裏做事 那麼既然在家裏做事了 我們要不要回寫字樓 200元呎租你的寫字樓 我的伙計也不回來 不用啦 便宜一點 所以夾下的租金就一直下跌 而中環中芯的 那些造價也一直是10級以下 那麼他 之前買了兩層也虧本的 現在 手上拿了很多貨 因為除了朱太 牽頭人 朱太還有一班人 每個都是 都拿到幾下 又要借議案 那麼他應該是最大手的 他買了100億 只是買了中環中芯 買了100億 那麼市好當然是贏多多 但是現在市不好 那麼他跌下來 那麼當然啦 他沒有問題的 他有那麼多現金那麼多東西 但是 他不單止買這塊 買多了其他很多東西 所以可能會有些壓力 以往 小巴大王這個老馬 就不會賣東西的 他賣東西 說髒話罵你的 說髒話罵你的 我何時賣東西 但是最近開始賣東西了 原因 可能那個 財政壓力開始大 財政壓力大 今天要放盤 但是放盤也不想讓人知道 所以有經紀就囂張了 你又要賣東西 又要別人不登你 哪有可能的 你敲鑼打工沒有人知道的 跟籌款一樣的 你有沒有聽過籌款的人一聲不出 甚麼都不提 錢也不說 可以籌到錢的 沒有的 賣東西一樣的 你不賣東西 你以為你那顆是甚麼 天生蒜蓮 吃了就馬上會長生不老 如果你有一顆 沒有人知道 你一樣是賣不到 是不是要賣東西 是不是要給人知道 是不是要唱通界 是不是要登報紙 是不是要上 這個社交媒體 甚麼都沒有說 誰知道你有這件事 你告訴我 我有長生不老藥 吃了 就可以 即時回復你 20歲 18歲的時候的體力 身體狀況 壽命也不會死不會老 你覺得這顆藥丸值多少錢呢 1000億 一定值 李嘉誠起碼買了 當然 李嘉誠想買 他的兒子會阻止他買 阻止任何一切人 任何人賣給他 我們繼續說回這個 王者的穩落 王者的殲滅戰 在一個經濟 環境 大幅轉變的時候 所有這些青黃的人 很多時候 當然未必是自己稱的 是別人冠名的 說這個是小巴大王 那個是羽絨大王 那個是燈芯絨大王 那個是西餅大王 甚麼都是大王 但是 很多時候 這些名氣 不是那麼賺鬼 很多時候的人 你有這個命水 就行 沒有這個命水 很短人 是不是 大家看到了 歷史上 很多皇帝 登基 一年就死了 劉之遠 五代裏面的後漢 一生容馬 一年做皇帝就死了 是不是 明成祖朱棣的兒子也是體虐多病 可能是天生肥胖 做了十個月皇帝 又是鄉了 如果不是 他做多幾年 明朝國勢不是這麼說 不過很難說 明朝的皇帝 每個人都很短命 也不知為何那麼短命 我們再說回 王這個位置 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最新的 小巴大王可能都遇到經濟上的麻煩 搞到要賣東西 經濟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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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亞洲柳王 叫Mark Nicholson 最近有一宗 大幅蝕樣 大幅蝕樣 這次蝕成 一億多東西 他五億多買回來 現在 只是 沽出一個中層連車位的單位 3.19 4596呎 圍到8.5萬呎 好了 蝕了1億6萬 連利印蝕了1億6千多萬 大家要想一想 一億6千多萬 一個單位蝕了 Mark Nicholson這個地方 稱為亞洲柳王 原因呢 當然是地理環境 再加上 赤架造成 是不是最優越的條件呢 當然不算是最美的條件 因為他的舊子 叫做聶哥信山道 這個政府宿舍 你知道當時 我在2004年的時候 也有看過樓的 不過很久沒有印象了 當時 二千多呎的單位 都是租兩三萬而已 因為當時他快要拆 短租 所以特別便宜一點 原因是要拆樓 所以 便宜一點租 不過 就算以前 租出來也不是很貴 好像四萬多 即是正常價 二千多呎租四萬多 所以 聶哥信山這個位 一直以來 那些人都是當東半山 司徒拔道再上 還未去到 白壁 司徒拔道還未去到白壁這個位置 實際上你可不可以叫山頂呢 以往就人稱東半山 但是呢 孟尼克尘入了火之後 就即時變成山頂超級豪宅 所以呢 山頂是隨時可以搬的 因為他那裏夠高的 實際上 司徒拔道可不可以叫山頂呢 司徒拔道 其實也勉強可以當山頂 因為地段真的很貴 樓價真的很貴 有太古的傲船 賣到五、六億一個單位 就算白壁也是漂亮的 全圍港景 看到香港很漂亮的景 連在一樓停車場看上去也很漂亮的 那麼現在 柳王也出事啦 也要虧 一億多 之前已經虧了 今次也一樣 不過大陸人就賣給大陸人 另外一個大陸人接科 這些情況是代表甚麼呢 代表著 豪宅也頂不住 以前有錢的大陸人 現在可能也要想辦法套現 所以這次可以真是玩一場王者殲滅戰 波叔有 鋪王出事 小巴大王也可能遇到麻煩 亞洲柳王 凡是王 所以 接下來 任何那些甚麼大王 可能也要想一下 低調一點 鋼格做喉算吧 攻喉百子嵐 做喉 做公爵就算了 別做王 做王 也是很容易 被人 奪權 又或者被人推翻的 這一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六部曲 我們請經濟去康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記得按鈴鐺 接收我們每一期 的新節目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補充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